香港的泰国菜实在是太好吃了 听说香港的泰国菜做的特别好吃 特别正宗 那我跟我朋友专门跑来人称小泰国的九龙船 这边来发一家泰国餐厅 宋皇台站第一出口一出来 你们看前面有一个对你招手的小人 隔壁 你看小曼谷 小曼谷招牌菜 没有吃过这种泰式的煲仔吃 我点了一个芒果椰汁冰虾 我朋友点了一个泰式龙眼钉 龙眼好多 好好喝 就那种很醇厚的感觉 是我感觉在香港那边喝这种芒果冰虾 像上次我去的那家越南粉 喝进去一口 就感觉你在喝那种打碎的芒果果肉一样 棒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点的菜 好香哦 蒜香面包 小曼谷炒饭 葱鲁蛋在上面 这个才叫大好吗 你们看这个铛子 还有两串这个烤鰻鱼 反而是一个组合来的 对 这本书会被网爆的 哇 这个蟹子真的很大 他们这个虾球很大一颗 你们看这个姿势直接就流出来了 看这个球 是不是超大一个 就沾点这个酱 嗯 好好吃啊 冒着热气 外面很酥脆 里面超级超级的残牙 大块的这个鞭鱼肉 这个肉真的很烫 它那个皮烤的超级超级脆 一直都听说香港的那种东南亚菜比较正宗 哦 对 我们刚刚偷看了一下 它后面那个臭除那些阿姨那些长得很 看起来应该是泰国人吧 就不泰国 这里是泰国界 那些泰国人啊 印尼啊 会去苹果军 那种 好容易强 小泰国 太容易弄的 拿下来可以有这么大一块 好好吃啊 蒜末要全吃掉 好香 咖喱肉蟹 哇塞 好大一个 大蟹蟹 裹满这个咖喱酱汁 尝一下这个咖喱的味道 看一下 一整块蟹蟹肉 在这个盖里里面沾一下 这一整个蟹腿 吃的是真的好过瘾啊 肥爽 纯是高 而且它是每一条腿上都是很多很多的高 油香油香的 这家的味道实在是太酷了 里面这些肉 超级超级饱满 这一次在香港尝试吃泰国菜 真的棒 真的把大蟹腿当鸡腿砍了 这么大一块啊 好大一块啊 包仔吃 超级大拖的吃 你尝一尝 好鲜 小曼谷炒饭 哇好多 其实就是咖喱海鲜炒饭 勺一勺饭 铺在这个蟹壳上 我们就直接放在骨碟上吃了 我不嫌弃自己 你看 这个蟹壳上面都是巨多高的 再淋上一点点咖喱汁上来 剩下这一盘炒饭这么吃就真的无敌了 上那口炒饭吃下去谁不迷糊 里面超多蟹膏 我朋友说他们家这个蒜的烤面包很好吃 然后就用这个沾咖喱酱 很好吃 好香他们家这个蒜面包 它上面这种蒜好像是炸过的 超级香 配咖喱真的很绝 现在这个已经冷了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 想象一下如果刚端蒜 你觉得这么吃的话 应该会更爽 我们本期香港打卡 泰国餐厅就算是成功吧 你给这一餐打几分 6.9 给个少 给0.1% 那这一家体验感真的还不错 反正如果有小伙伴在香港 想尝试一下泰国菜 就是来九龙城这边 然后我吃这一家叫小曼谷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 泰国小吃也很多 你想要想吃泰国菜就来这里 对 就是要来九龙城 这样的话就是地铁什么很方便 一出地铁口就是 这个还蛮推荐的 这是我在香港吃的第一餐泰国菜 都已经很让我束大拇指了 真的不错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